一期一会诚意大回馈 只要一半的价格 再多一倍的会期 百分百的诚意加百分百的收益 把握AI低进高出 短加长的财富重分配 赚钱的大机会 限额限量限时大优惠 现在就加入一点的Lite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或来电大转专线 2511 0777 2511 0777 加入仅享有一档 获利涨备股哦 各位观看 欢迎收看股市1.0 来看到今天台北股市又很波动了 在AI股的领跌之下 中仰跌289点 收在16481点 成价量能间是3224亿元 那键盘是怎么解析呢 现场为您要请到两位专家 学员欢迎到是永成国际头股 许玉玲分析师 玉玲老师好 李玲家族的家人大家好 我是1.0 先祝大家周末愉快咯 第二位欢迎到是陈一群分析师 一群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派门上官 掌握港问题 先请叫玉玲老师 亲爱的好朋友们 昨天如果你有看我的节目的话 你会知道 今天为什么AI会拉回 我昨天还特别秀出电子股的资金比重 在昨天早盘来到了86%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短线真的真的真的太热太热了 所以我昨天还特别告诉大家 在吉拉创高的过程里面 可以短线逢高站在卖方 当你看到了今天行情的大跌 一点你想问的是 今天的跌你是开心还是感觉到伤心啊 如果你感觉到很伤心 那代表是你昨天踩错了节奏 却是看涨去做追高的动作 我说过呢 看涨追高是人性 看是如何在下跌 在反市场的过程当中 去低接好的股票 这个需要考验一个人的操盘实力 那昨天呢 在广达创高的位置 我们告诉大家 广达创高 我做获利调节的卖出 所以广达今天如1.0的预期 形成了拉回来 重挫了将近7% 我们来看一下 广达的一个拉回来 AI的几砂 这个砂到底是不是买点 而接下来1.0在本周要教大家 四大关键的讯号 带着你AI逆转胜 所以周末的时间段的股市1.0 你一定要从头到尾看得清楚 除了告诉大家四大关键的逆转胜讯号之外 来 再来看一下 也许呢 大家呢会很疑惑 今天的威胜 今天的威胜 为什么股价能够超车伪创 今天的伪创还一度打到跌停板 威胜一度亮灯攻上涨停板 到底怎么回事 资金再做移转了吗 等一下1.0会倒数大家 那昨天的挥达财报很好 但是AI的股价确实拉回来 拉回来是不是买点 我说是的 但是你要找到AI的正规军 AI含金量很高的股票 所以下半段1.0会针对于 IP的大黑马股 跟大家讲提前布局的策略哦 Are you ready? 跟着我急跌大跌找寻好的股票 好的机会 你一定要做好准备 因为我说过 其实今天的大跌 其实早就在1.0的预期当中 你如果昨天有看1.0的节目 甚至你是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 甚至你有加入1.0的Light 8 你会发现到 原来1.0的Light 8都是保障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 我昨天在节目上面还特别告诉大家 昨天早盘电子股资金比重 来到了86% 9.15分的截图 而昨天的电子股过热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昨天在急拉百点的过程 5日均线正乖离很大 而且目前台股冲刺的一个现象 当冲比例高达将近快5成的幅度 也就是有一半的人都在冲来冲去搞一夜情 但是呢大家要注意一下 昨天虽然站上月线 但是本周的月线还是扣高的 所以我今天在我的盘前抢线报就说了 我说今天会跌破月线 而且会回补昨天的多方缺口 那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昨天真的大家都一窝蜂的买 一窝蜂的追 AI的操作节奏你一定要反市场的操作 尤其昨天在AI过热的同时 尤其在昨天大盘大涨193点的同时 我告诉大家 我把高位的AI个股先获利卖出 卖出不是不看好 而是我又短加长的操作应对 当你手拿获利的资金今天大跌200多点 今天很好买 今天很多股票都有甜甜的好的低接的机会 反观你的操作是如何 你昨天看到会达的财报很好 结果你的老师看长带你去追啊 闭着眼睛买啊 结果你又爱在最高点套在最高点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紧跟着1.0的操作 因为1.0是全台湾最懂AI 而且是实战操作的1.0 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昨天东森盘州 我特别告诉大家的 尤其是早盘的电子股资金来到了86% 我怎么说我怎么做 你都把握住短加长的操作应对 这一点1.0最拿手 你再想想看你的操作 你是不是一定要跟着1.0 其实很多东西你一定要看得懂Mega 一定要知道操作的节奏 节奏就如同跳舞一样 虽然1.0不太会跳舞 但是我一定有朝一日要学会跳舞 那我也特别告诉大家一定要有进有退 而且短加长的操作应对 才是你AI逆转胜的操作思路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当你看到了昨天的围影 昨天的围影是让你去追的嘛 你如果昨天才去追围影的人 1.0真的要打你的小手手打你的小屁股 如果你昨天创高才去买广达的人 我更要打你的小手手打你的小屁股 那如果你昨天看到智邦创高 你忍不住了追在最高点 那你是不是又爱在最高点了呢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好的股票加好的买点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那当然呢 玉琳在东森盘中连线 我相信呢我的实力有目共睹 尤其当曾伟给我一个题目 他说短线因为大家都喜欢当冲隔日冲做短线嘛 他叫我做一个短线的制胜法 我在礼拜三的时候 东森盘中连线我怎么说了 我直接说了 我说电子股资金比重 如果真的来到八成以上 他代表过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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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追 不可以追 你要绑紧你的双手 短线要懂得急拉做个价差 那今天的大跌 今天的重挫 是不是就有便宜的价格 可以来去做低接 这个叫做短线的制胜法则 我也会把这一份的资料 放在一点的小老鼠OK1788当中 那当然呢 其实昨天的广达 昨天的广达 你的老师怎么说 你的老师是不是说 持续看好广达 对 我也持续看好广达 但是你的老师的操作 跟我的操作 真的就是截然不同 因为你的老师只会 带着钢盔往前冲 闭着眼睛用力买 这个完全没有资金配置的概念 那我昨天在昨天广达创高的时候 我是如何事先告知 我是如何获利调节 把最好赚的先放在口袋当中 请你看Visia 那我们在开盘 一开盘没多久 我又先获利调节部分的持股 因为接下来 AI的短加长的操作应对 我才能够一段赚完再赚一段 带领我们的家人 掌握住AI的赚钱节奏 亲爱的好朋友们 什么叫做短加长的操作应对 你如果昨天跟着我 在昨天广达创高的位置先卖一下 今天广达是不是有价差了 今天的广达一度大跌了将近8% 是不是一来一回 创高的你又可以赚到 拉回来你又可以低接 这个叫做短限价差 所以我说过 现阶段的AI他进入了第二回合 什么叫做第二回合 7月份5月份6月份4月份 如果你没有掌握到AI大赚的行情的人 接下来进入了8月份9月份10月份11月份 AI该如何低劲该如何高出 该如何急杀急跌的时候 找寻买点这一点 全台湾最懂AI的1.0最擅长 所以我要教大家你会问 今天的AI急杀有没有要紧啊 来我要教大家 今天又要再教大家 今天的实战的四大关键带领利转胜 尤其如果你有AI的人 来拿出周K线来去做一个比对 为什么要看周K线 因为日线看短线周K看中线 从周K线的低点来当做是多方的防守支撑 那当然这是从技术面的一个角度 再来从筹码面的角度里面 别忘了第三季第四季 开始投信要做账 要找筹码相对干净 投信持续任养的股票来去做低接布局 那当然很多的投资朋友都会问1.0说 什么时候是好买点 来我等一下会从60分钟级别来去做教学 那因为呢现在AI真的当冲非常非常的热 那无论是广达无论是伪创 无论是技嘉甚至光宝科 他们的当冲比例都高达5到6成以上 在高当冲比例又高融资的过程当中 AI请你记得1.0跟大家讲的 要懂得短线加长线的价差操作 如何短线做价差 如何拉回来找寻低接波段的机会 这一点你最擅长 那你所想知道的问题 我都帮你掌握住了 来这个是广达60分K的一个呢 技术现行 那我今天也在东升盘中连线来 去做一个实战教学 那前一波为什么我广达能够掌握到 247块钱的加码好买点 因为当时候在广达60分空级别当中 打出了一个双底 而且K值在20以下 视为很好很好很好的买点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发现到 哦原来还有这一招 当然1.0的招还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紧跟着1.0盘中的指令 来去做操作哦 那当然如果你手中有正规军的广达或伪创 你不知道该如何大赚加差 我们来看一下了 那广达的这一档标的呢 我们如何大赚波段的价差 短线赚利润 就像我昨天创高的位置 先分批放在口袋当中 今天急刹是不是有价差 可以来去做低接呢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今天指数是大跌的 指数大跌了289点 你是不是没有信心了 但是1.0要告诉大家 昨天美股的跌是因为FED阴森在起 美股呢一片绿油油 而且肺斑还中错了3% 来我问大家 阴森在起这个升息 它是不是已知的利空 是不是 1.0是啊 既然是已知的利空 1.0要告诉大家 已知的利空不是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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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很重要1.0说3次 留意利空出境的集结好买点 留意利空出境的集结好买点 所以今天我买股票 有没有够水鬼 有没有够斩金截铁 你就是要这样子的实战操盘手 能够让你在急刹的过程当中去找寻 好的股票好的买点 接下来你才能够逆转胜 所以我才会说 我们林家族家人很幸福 因为在涨的过程 我会带你先获利调节 在急刹的过程当中 我还带你提前卡位 因为你的成本真的真的真的 会比别人至少低20%以上 顾名思义你会比别人多赚20%以上 而且我说过 相信看见大赚的涨停就是你的 我们这一位的顶级倾纳的杨大哥 甚至林大哥 正是专属家人的陈大姐 光一档材料KY 布局在五字头轻轻松松 材料KY 就大赚了将近四成至五成的一个利润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一成一会 一成一会 1.0给大家诚意大回会 尤其是东森好友1加1 我们看过来 那给大家百分之百的诚意 也给大家百分之百的一个呢 获利的一个长辈 那如何掌握住AI低进高出 尤其短线做价差 长线做波段的一个财富松沛 如果你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都欢迎你加入一点的 light小老鼠OK1788 或者是你想要参与1.0最新的AI的布局节奏 麻烦你直接拨打我们大专专 那当然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昨天灰达财报好亮眼喔 那但是呢它属于一个创高拉回来 来我们来看一下喔 灰达它还是不是多方趋势 是的 但是呢灰达跟台股很像 为什么跟台股很像 因为我说过今年喔 你不能够买突破 为什么不能够买突破 因为突破一定回踩 就像如果你昨天是买齐鸿的创高 你今天一定被修理 我之前都告诉过大家了嘛 所以我说好的股票加好的买点 你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我特别告诉大家 就像昨天呢 我是每周四友录一次实战零距离嘛 那昨天的点阅率真的真的非常高 谢谢大家 那我昨天在我的索马影音里面 我就特别特别讲到了制圆 那因为昨天的制圆呢 是形成了一个持续连续下跌的一个走势 尤其这一波的一个制圆 我在击杀的过程当中反市场的操作 尤其在波段的操作上面 去做一个低阶布局 所以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制圆 接下来它会酝酿出什么样子的商机 这一点一点您最了解 那当然我们在过年之前 就已经提前卡位到制圆了 所以这个叫做长加短的操作思路 是你现阶段AI操作逆转性的关键 那我们林家族的家人都可以做见证 因为我们的制圆 波段的持股的成本是在159块钱 那当然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制圆我们如何短加长的操作思路 因为紧接的制圆会切入到2.5D到3D的封装 也就是说先进制程的封装制程 所以押回来哪里是机会 请你跟上我接下来全新的布局 那当然今天除了连家军之外 我特别跟大家讲一下像是系统 系统今天不过高 但是前低有没有失手 我们来看一下2363 2363的一个系统今天行到这个周K线 我们来看一下日K线 周K线还是非常强势 但是已经形成了双十字星 双直四星的低点在哪里 好这个点位不能破 这个点位一旦破了 他的多方格局就会整个破坏掉 所以这个位阶是非常重要 但是老实说啦 我认为这一档标题是属于假外资在买进 所以一定要懂得见好就收 那当然除了系统之外呢 今天的连结有表现 但是这个位阶不是追价的使购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比较关心的Wayshim 因为今天Wayshim是亮灯工上涨停满盘中 那是不是要做换股的操作呢 好那等一下我来跟大家讲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Wayshim Wayshim呢 他是做ASIC ASIC的出货是有增温 而且在AI的加速器的新品 他是有投产的 那如果从技术线型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在103圆附近的确打出了圆弧底 融资也形成了下降 而且今天算是亮增突破月线的关卡 但是因为老实说啦 因为这一档标底当冲隔日冲很多 所以今天出了一个带亮红K 带亮红K的中值 只要拉回来不破量增再攻 就是短线续墙的关键 但是他第一季的一个呢 获利是比伪创还要低的 但是我觉得这两档标底不能够这样子 不能够比他上半年赚多少 因为他们两个是做不一样的东西嘛 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伪创喔 因为今天伪创呢 一度的杀到跌停板 那杀到跌停板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我说过因为大家都喜欢用融资都喜欢用当冲 尤其呢伪创的当冲率高达了将近快六成以上 所以呢在当冲融资筹码比较乱的过程 他必须要用时间换空间 但是季线他是有手的 季线有手的一个情况之下 守住前低107.5块钱 波段拉过来要早买点 但是这档标的因为筹码比较乱 短线他必须要耐心来去做一个筹码沉淀的换手 那我也更特别跟大家讲 就像精英 为什么今天精英能够亮灯工上涨停板 我们的Lite8都是你的保障喔 如果你想要掌握住盘面的动向 欢迎你加入到一点的Lite8小老鼠OK1788当中 那当然今天的技嘉形成的压回来 但是我跟大家讲喔 技嘉的压回来其实真的要找哪一点 因为他旗下有一家公司叫做技刚 这家技刚是AI伺服器里面纯度非常非常高的公司 而且未来会IPO 所以这一档标的来看这里喔 技嘉的这一档标的压回来 他是买点喔 好注意一下喔 那如何怎么买怎么低接 请你跟上我盘中的指令 甚至联德 当你看到了今天的联德 我们来看过来 当你看到了今天的联德呢 亮灯工上涨停板之后 我不是叫大家去追联德 而是我们去看一下 一样做电源的像是这一档光宝科 光宝科今天形成了连续黑K的下跌 而连续黑K的下跌形成的缩量 接下来前滴130块钱 游手会形成先回再上 拉回来跟着我低接布局 好那当然华服不用说了喔 其实我早就在110块钱告诉大家 他形成的利空出镜 就是找寻低接的机会 今天的华服盘中还一度的由黑翻红的上涨 那当然相信看见大转涨停就是你的 这一点1.0能够做得到 所以在今天大盘大跌289点同时 1.0要告诉大家 已知的利空他不是利空 留意利空出镜的集点好买点 今天在急沙白点的同时 我1.0有买股票 如果你不知道在急沙的过程当中 不知道该买什么股票的话 广告中的电话欢迎你拨打电话进来 那当然李宁家族家人很幸福 因为你会跟着1.0提前卡位 因为我会带你在急沙反市场的操作上面 去卡位到对的位置 因为你的成本会比别人至少第20%以上 相信看见大转涨停就是你的 我们一位呢 顶级倾待的杨大哥、陈大哥 甚至我们的专属家人陈大姐也好 官一档材料可以歪 轻轻松松布局在五字头 而且我们来回做价差 一档标的大段将近四成到五成的利润 所以我才会说 这一次这一次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囉 一期一会成益的大回馈 我们来看过来 东森好友1加1 1.0拿出百分百的成益 给大家获利长辈的一个表现 那当然接下来 我们如何把握住AID 近高出的一个操作思路 如何短加长让你的财富重分配 这一点1.0最擅长 如果你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都欢迎你加入一点的 Lightight小老鼠OK1788 留下你的信名 留下你的电话 跟着我同步来去做操作 如果在急沙的过程 你不知道该买什么股票的话 一成一会成一大回馈的 东森好友1加1 一年只有这一次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广州做的电话 请你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好那么更多操作 好我昨天见广播回来 继续在一起玉琳老师 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股市1.0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玉琳老师 亲爱的老朋友 我们下半段呢 一样干货满满 今天的晶圆电呢 形成了逆势的走强 但是注意一下这个位阶 不是让空手人低阶的机会 所以晶圆电的这一档标的 如何掌握节奏 都在一点的小老鼠OK1788当中 当然晶圆电的一个转强呢 它也带动了像是日月光的一个跟进 但是日月光呢 上方还有个警线的关卡 你必须要特别去注意到 警线关卡必须要大量突破 它才能够接着短转强的关键 那今天呢 大家所想要知道的问题 就是散热跟饥渴 我们来看一下 像是如果你有银帮 见准或者是广运的投资朋友 注意一下下方的10日均线 是多方守住的一个重要观察 那今天呢 玉琳要交战什么 尤其一点你在周末的时间段 要从AI的扩散效应当中 告诉大家PCB跟印刷电路板的操作思路 所以这一份的资料 来我们来看过来 像是电影 见顶 还有镜棚 还有金像电 这些这些个股该如何来去做操作 这样子的实战小PayPal 1.0会放在我的LightEd的首页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当做给大家的周末小礼物 那除了这样子之外 1.0是每周135的东森牌 都连线的11.35分到11.50分 收视率很高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还有每周四的实战零距离 更重要的是听好还没有订阅1.0的股市1.0 许玉玲YouTube频道的好朋友们 记得拿起手机订阅按赞跟分享喔 所以1.0呢 在周末的时间段要给大家小叮咛的是 目前的一个电子股资金比重 还在7成以上 这个代表是电子还是主流 所以非电的个股只能做短打 而且急涨的过程当中要懂得见好就收 在美国阴生在起的过程当中 废半形成的大跌 但是1.0要告诉大家 已知的利空它不是利空 留意利空出境 尤其AI核心持股的急杀好买点 那我也要特别告诉大家 安谋即将要IPO了 而安谋IPO的过程 智原又被清点于运算平台当中的重要合作伙伴 这也就是为什么智原我如何低劲 我如何高出 我如何波段大段最好的价差 甚至双红长加短的财富重分贝 带领掌握到这一波AI的赚钱效应 材料KY 拉回来哪里是可以布局 因为我昨天有些卖 今天有没有接呢 请你跟上我接下来的全新操作策略 李宁家族家人很幸福 跟着1.0体验卡位 因为你的成本会比别人至少低20%以上 相信看见大传掌停就是你的 我们的顶级倾断的杨大哥、陈大哥 甚至专属家人的陈大姐也好 官員讲材料KY 轻轻松松 掌握住5字头 掌握住4成以上的翻倍利润 那一期一会 诚意大回馈 看过来 东森好友1加1 1.0拿出100%的诚意 给大家获利涨倍股 把握住AI的低进高出的操作策略 把握住短加长的财富重分贝的机会 如果你有任何财富的问题 都欢迎你加入一点的Lite 或者是广告动物电话 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好 非常感谢来宾的分享 庭光朋友了 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 个比较账券 不当然追杀了利益关系 本节目最后 仅供参考 投资应该足以判断 选顺评估自付投资风险 进行投入胜利 我们再会 一期一会诚意大回馈 只要一半的价格 再多一倍的会期 百分百的诚意加百分百的收益 把握AI低进高出 短加长的财富重分贝 赚钱的大机会 限额限量限时大优惠 现在就加入一点的Lite 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或来电大转专线 2511 0777 2511 0777 加入及享有一档 获利涨倍股哦